在廉假期间 有不少家长带孩子出游 那么现在被民众募集到 在高雄寿山动物园里 当时爸爸带头 带孩子丢面包来喂食黑猩猩 而妈妈则在旁边用手机录影 完全没有阻止 影片被po上网之后 网友看了也直呼 他们做了最坏的身教 而对此原方也表示 任意喂食野生动物 依法最高可以开罚30万元 你看你看 两个孩子抓起面包块 不断往下丢 父亲在旁边还帮忙地 甚至拍手鼓励 母亲看着三人行为没有阻止 竟然拿起手机录影 民众募集这一幕超傻眼 因为一家子喂食地点 就在高雄寿山动物园 不行吧 这是动物园里面的动物 这边有这边的那个 肆育员会照顾他 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动物的饮三三饮四 还是动物园专业的人员照顾 要教育小朋友不可以这样子 因为本身动物有 民众把画面PO网 亲民廉价募集一家四口 在高雄寿山动物园 父亲负责地面包块 两个男童丢职 喂食黑猩猩 母亲手机录影 未制止 网友看了不仅直呼丢脸 更说是最坏声叫 原方接获通知到达时 一家四口已经不知去向 游客有这些违规的行为 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 立刻予以制止 劝导 旅券不听的状况的话 那我们都会 还是会依照 野生动物保育法的 相关的条例 来给予开罚 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 依法可罚六万到三十万 父母带头做出违法行为 不但不制止 甚至拍手鼓励 难怪民众看了只摇头 记者王修成高雄采访报道